新闻女王公布结局篇第26集 王宗宅最后的最终Boss出现 似乎是man姐斗走了邓志堅飞 走了但也不代表他可以上到那个位 还好似被人斗走 全部人都被踢出局 所以王宗宅回来就会坐飞爷的位置 也埋下了一个续闸的伏线 因为他们也空有成竹 开眼续闸 真的如他们的计算那么好收视 必开续闸 之前也暗示了很多东西 要有新角色 我们也报过一闸 最后有新角色 原来这里有一个神秘的人名 原来就是王宗宅 有全部人名都出现了 就是王宗宅 回来有一段对白也挺有趣的 其中非爷 跟方太说 辞职去环游世界 这里说 我对你这个新女王有点兴趣 不知道man姐 好像是迟了职 然后又回来 还是怎样 总之最后 因为我还没看 我看了17集 原来似乎更新到 完结 完结篇也出售了 他说 他说我对你这个新女王有点兴趣 因为在我的领域 只有国王 没有女王 很有挑衅性 相当之 强大的张力 蛇丝晚 就是说 我是对新闻有兴趣的 今天也传闻 嘉然也上位 接下来好看 因为我还没看 真的还没看 我看完这条片 我做完这条片 可能马上要去报 说 18、19 我有8集要报 几个人的 一去报几集 几集的 以上对白 大家估计 肩爷是下台的 不出奇 我们很早估计 正路是这样的 你不断拳斗 最大的一定是被人斗走 man姐是不会被人斗走的 但原来他也有点问题 下去没了 有些人搞笑 碟影追击 为什么人过来的 眼花 那些人就说 这里就是 飞爷 有一段 截图 看到 我老了 也是去幻游世界 想重逢也很难 飞爷似乎是走了 另外 man姐原来有个trouble 如果不想看那么多剧头 可能 瞄了声 因为我们到下图再说 他之前拆王案 上位一役 拍到他打了两个狗 然后 没有报警 那一刻被人清算出来 抽后算账 man姐作出澄清 以及公开道歉 庆幸恨没有涉及刑事 但从此离开了新闻界 也不知道 前因后果是哪一集出现的 原来 陈生聪是扮演一个癫路 后来何依庭成功劝了他 后来何依庭也有一个新发展 很多人都离开了 SNK Kathy 原来就跟 一个叫阿伟的人结婚 当然 我们卖个关子 谁 大家也猜 Kathy 自己 高海宁 也是离职 乌系 走了 每个都离开了 现在就得家然 不知道是变了奸还是怎样 我真的没提 18集 接下来他会被方太捧上去 做方太一只棋 据问 做了副总监 据问 就 斗走那些人 而man 临走 就说 其实我们走了才是赢的 因为 你还是输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还是方太一只棋 继续跟人斗 所以真的不明白 黄中摘是怎样的情况 而马国明都跟他斗生斗死之后 就成为了好战友 这儿好东西 马明 还有 黄敏亦好似 也是逃走的 所以这套剧 坑称是神剧 里面每个角色都发霍得很鲜明 里面没什么 特别重叠 还有这么多女主角 每个都能出现 不一样的特色 特色 其中是 张黄敏亦扮个傻子 有很多镜头影 他也挺漂亮的 我觉得 不知道跟坤哥有什么发展 如果过了下季 第二季可能就大换血 剩下最重要的角色 不知道 人们说 之前常常是马国明 接陈豪的首尾 例如破毒强忍 尤其是马国明又出现 现在人们说 会不会陈豪下一季回来呢 接陈豪下一季回来 接马鸣 挺搞笑的 嘉然 我比较期待 我真的以一个不知道的身份 不要嫌我沉气 究竟他会不会是变奸了 在方太的操控下 其实都是一些傀儡 方太最奸诈 最老狐狸 在后面一路操控着 他公司的人 全部是他的棋 嘉然会不会是慢慢迷失了 在权力的利欲分心之下 他还说 我终于可以报到我自己要的新闻 然后就被man 串一句 你仍然是人家的棋 你以为你真的是自由吗 我们离开这个战场 真的是自由 很心愿 有很多政治办公室斗争 有权斗的东西 以至 很多新闻 我们都见识多了 原来这样报新闻 又这样可以做新闻 陈山冲是客串 会不会 搞笑就是下季 就正常给他个角色再演 或者李国伦 不过李国伦也来了 何依庭又是找到一个 很好的落脚点 也是恭喜 又是一直跟着man 姐 都是 人不是人 做狗 man 姐 比较奇怪 他到底是解决了之后又回到SNK还是怎样呢 因为 他最后 会跟黄宗泽 交售 交售 man 姐 我之前有一集说服装 不是黑就白 飞爺 一定是被人斗走了 飞爺 以及他 在公司里面 只懂得做胜利球迷 方塔一定不肯过他 所以我们期待 看看这个好看 黄宗泽 回来 跟 赛斯曼 下一季再斗 想起也很兴奋 如果听到这里 留着自研究一下 你对结局篇的看法 不妨听到这里 按订阅支持一下 谢谢收看